如来净花种 正觉花化生 持二句名 庄严眷属功德成就 大家看这个体系多好 介绍完主人 介绍这个国主 然后介绍眷属 佛本何故行止愿 建有国土 或以抛血为生气 或以分尿为生源 或怀疾高齐 出猜狂之子 或素子背负 出着落之才 绩效由之怀火 耻辱愿以抱病 这个讲 先讲我们这个世界 或以抛血为生气 这个大家都熟悉 我们属于胎生 我们的身体有血液 你看我们这个身体 这个血液很重要 我们一体检先把血抽一管 一测 血糖高 胆固醇高 要麻烦了 要做医了 测一测血压 我们这个身体很脆弱 或以分尿为生源 分尿为生源就是 师生 或者我们在母胎里的时候 人在母胎里面的时候 你看不是跟分尿在一块吗 这是不清净 然后生出来呢 生出来不平等 你看 怀疾高齐 怀疏跟疾疏 这个在周朝的时候啊 都是高阶层的人 他能坐在怀疏下 疾疏下 齐就是封地 封地千里 就是这个人呢 很富有 国王给他封地 他很这个地位很高贵 但是呢 出猜狂之子 生出来的孩子呢 猜就是凶猛 怀疑 狂啊 是凶残 就生出这样一个孩子 或素子背负 素子背负 就是这个 他父母啊 身份就奴婢 身份很低 但是生出来的儿子呢 着落 只财 哇 生出来的儿子又很厉害 这讥笑 由之 怀火 你看这个孩子很厉害啊 一定说他 你的母亲呢 是个奴婢 是个下贱的人 你看 被人讥笑 心里面就称恨 大家看 释迦牟尼佛 那个琉璃大王的故事 那琉璃王 为什么要杀释迦族 就是被释迦族 讥笑 他是婢女的孩子 大家都看那个卡通片 你就知道 琉璃王一听到之后 这个称火 称恨心生起来 把释迦族给灭了 你看吓人不吓人 耻辱源以报兵 这个耻辱源以报兵啊 举出我们中国一个例子 大家知不知道 岳王勾肩 要卧心尝胆 他回了国之后啊 为了这个报国仇啊 每天呢 夏天呢 手去摸火 让他知道痛 冬天呢 没事爆块冰 要知道 虽然冷 但爆块冰 让他知道苦 晚上回房间去住的时候啊 床上悬一块胆 舌头舔一舔 然后躺的不是我们现在这个床哦 躺在一堆柴火上 叫卧心尝胆 卧火爆冰 为什么呢 就是提醒自己 一定要奋发图强 要学耻 那么我们看极乐世界 所以怨言 使我国土 西域如来 净花终生 眷属平等 语夺无路 故言 如来 净花众 正觉 花化生 你看前面呢 我们这个世界最差的 举出两点 一个是不清净 一个是不平等 西方极乐世界呢 深处清净 生出来之后 平等 作为同修 我们这个世界呢 为什么这么多是非啊 高线啊 就是不平等 平等太难了 在我们这个世间修平等 难呢 我们能体会平等 都体会不到 我们的一个手伸出来 五个手指长得都不平等 那这五个手指不平等 你还能给它切下去一个 这个最难看 切下去 切下去你就不舒服 少一个都不舒服 虽然它难看 但是它在这个地方 就一搭配 它得体啊 相秤啊 你少一阵伸出来 你看不怪怪的 所以它有长有短 它也是这个世间的一个特色 我们这个世间有善人有恶人 包括我们自己 有善的时候也有恶的时候 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好好念佛 知道这个世界 它就是不清净 它就是不平等 你在这里面不起烦恼 那不容易啊 偶尔起点烦恼 你要珍惜哦 难得起的烦恼要珍惜哦 别白起了 这烦恼也给我们很多启示啊 明能误误 烦恼也能误误 你只要念佛 佛里会加持你 这个烦恼会让你 触发你的悲心 触发你的粗离心 这烦恼也不是白起的 十个学佛人 有八个是因为烦恼才进来的 没有几个是高兴才进来的 所以我们世间讲啊 无事不登山宝殿 过去那个出家道场 不再是在城市里的少 都在深山老林里面 哪个人去拜佛了 那老和尚一看 哇 这肯定有事 要不然大老远不能来拜佛 家里出问题了 关丢了 财破了 或者总是有点事来了 无事不登山宝殿 你看看这个丧道啊 看看一道啊 里面都有出家人 主人公都是倒霉了 然后去找出家人了 出家人 交他两手 随便交他两手 他在世间就可以 你说佛法高不高 当然我们不是为了 在这个世间怎么样 在这个世间呢 怎么样都是虚妄的 虚伪的 颠倒的 可破坏的 恐怖的 有流鼻的 有祸患的 大家不讯 我相信我说这个 大家在网上随便就能看到 不管是地位高的 地位低的 是富有的 还是贫穷的 都有这些忧患 所以要有信仰 要有正确的信仰 这个是人生最有价值的 光明点 阿们